2016年的第一天就迎来劲爆的一战 我大忙过的跨年就是一个火酒键的赛场 绿川周比昌张亮颖同台了 我疯我听 神情相拥了 还有TFBOYS的三小只和BigBong在后台竟然完美的面积合体了 1月1号晚 有网友po出一组BigBong与TFBOYS合影庆新年的消息 并发文称BigBongTFBOYS新年快乐 2016越来越好 这样的画面简直让人尖叫呀 有目有 据悉在2015年 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上 TFBOYS和BigBong都是被邀请嘉宾 照片中 TFBOYS还穿着昨晚跨年火足的衣服 一脸乖巧而又可爱的模样 队长王俊凯和王源站在中间 而千玺宝宝一类小粉丝的模样 夹在了直农欧巴和佣佩的中间 终于见到自家偶像了 老子觉得千玺宝宝内心的OS 应该是宝宝终于圆满了吧 照片中 智隆欧巴还顺带俏皮的 做了个可爱的鬼脸 最文心的是 BigBong手里都拿着TFBOYS的新专辑 真是real有爱呢 芒果浪新闻 昨天晚上没来得及看芒果台直播的 赶紧回去看重播吧 宝宝们元旦快乐 芒果报道 芒果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